现在看鼠别说方便 哪怕它是躲在里面 都能轻轻松松看得见 毛泳泳的好漂亮 话说这个全景天窗 是谁给它们开的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Super搞笑视频 这是一只毛泳泳的好姐 学名嘛也比较的好听 叫毛稀鼠 如果你觉得有鼠字不好听 我们还可以稍微帮它升级一下 变成猫 可以叫它龙猫 小嘟嘟你怎么了 怎么突然反应那么大 我没有说你坏话呀 我仔细说帮你升级一下变成猫 让好姐看到你就跑 你看你哪里像好姐嘛 你本来就是一只好姐好吧 你没听错哈 你是一只升级款的好姐 你要相信你自己呀 再来看看这一只龙猫 它叫小白 是不是好可爱好呆呆 是不是好想把它抱回家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 你就错了 我是不会告诉你 它看到你会跑的 也不会告诉你 你是碰不到它的 因为在它的眼里 跑路才是硬道理 不跑一定对不住自己 介绍完这两只龙猫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小木屋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这是一个木屋 其实说真的要不是我买的我也认不出 这一面的木板相对来说还算是大的完整的了 再来看看这一面就晓得可怜了 木板基本被扛平 现在看数别说方便 哪怕它是躲在里面都能轻轻松松看得见 好庸庸的好漂亮 话说这个全景天窗是谁给它们开的呢 不仅前面的拆掉了 就连上面的也拆开了 这样一看哪里还像一个窝 这破烂不堪的 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说 大家一起来说说 这个窝被拆成这样 是哪只龙猫做的呢 是小白拆成这样的 还是说是可爱的小兜兜拆成这样的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